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尽量让自己想办法 努力达到就是那个角色的感觉 所以国务在旁边看 我觉得那个光环很眉吗 有啊 面包啊 对啊 他就很自在 就没穿什么衣服 在现场走来走去也不会害羞 被导演逼的 没办法 对啊 辛苦了 另一场备受期待作品 也是在金马银展首映 曾拿下金马最佳新人的柯震东 凭借作品黑的教育 剑指最佳新导演 星光手艺会上刚好也是剧中演员 宋伯伟的28岁生日 大伙直接在台上帮他庆生 展现好交情 也难怪他的生日愿望 都跟电影有关 祝你生日快乐 好 感谢柯震东 来来来 柯震来 奔一下 奔一下 许愿啦 许愿三个啦 来来来来 第一个就是希望 第一个当然是希望黑的教育 大家都有入围的都可以得奖 然后在就是明年上映的时候 我也还不知道确切的时间 不过我希望票房绝对是可以 大卖然后长虹 然后第三个我就自己收着 谢谢大家 这几年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入围者 来到摄影棚录制特别节目 不过做访谈要怎么样让他们 卸下防备唱所预言 是具有一定困难度的 我们的镜头就捕捉到了 一些演员们的心理化 为什么特别强调是心理化呢 看下去就知道咯 入围剧组特别来到摄影棚 接受杨千佩专访 分享拍摄过程的幕后故事 像是相隔十年再战影帝的张肖泉 在《最后真相》里饰演过气名嘴 就为了这段台词 狂NG了二十几次 张正义十八岁的前半年 每天早上四点到市场帮姐姐买菜桌 每天早上六点还要帮女朋友吃虾身碗 她不喜欢吃的芹菜桌 还要靠姐姐打两个蛋给她配 然后努力练酒到晚上九点 十八岁的后半年她进了监狱 入不了撞山 她被打进初一的十四次三次命 为你觉得她是一个文明高手正常管道者 对我印象最深刻 你觉得 为了加深片中过气名嘴的形象 张肖泉不但自创一套插腰打响指的手势动作 还要练习加快语速 所以正好就来快问快答验收一下 你觉得成为新闻明嘴的三个特质是 反应 逻辑 感 感 很感的感 是这样话 对 吓死人 差点以为这段要消音了 而且现场提问的小编 你才真的是胆子超大超感 哪一个当下觉得自己成为 她的电影圈的前辈 好像五年前吧 就发现突然周围的人年纪都很小 然后对 然后再看看自己的演技之后 对 是哥 对 对 欸 孝泉哥你的快问快答 好像想得有点久耶 算了啦下一个剧组咒 我们就不要用说的直接用画的 看看导演柯梦蓉与剧中主要演员高英轩 蔡轩燕 小童心 朵朵黄欣婷 他们打算带什么东西当红毯幸运物呢 朵朵是桌上的素质吗 画得很好耶 超像的 你看看我的 可怜的 很棒啊 很可怜的 只能说蔡轩燕你比较属于抽象派 带外公外婆的照片真的是很有效性 至于刚跟主播新婚的导演柯梦蓉 必须说你画画很有天分 但讨好泰作这一方面有待加强 很多人会形容拍电影拍到最后 好像变成了一家人一样 而接下来这段表演也刚刚好 真的是一家人 他们是哈勇家 要用天籁般的歌声 传递出最温暖的讯息 我们的婚姻 这几年的金马典礼 有一个超夯的实习机会 新生代的电影咖都想来应征 因为像是做过这个实习生的 范绍勋 刘冠婷 他们马上就跟金马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就赶快来看看 今年有哪些新生代的电影胜利军吧 欢迎光临金马五九 而典礼舞台也是以最高规格 欢迎所有与会嘉宾 特别的是设计概念源自于 两台摄影机遮光照 往45度一层一层向内延伸 如同摄影机内部构造般的层次堆叠 而为了呈现优质转播 台式也动用了22部HD高画质摄影机 以及两部大型掉臂摄影机 两台SNG车和两台OB车 以最专业的视野呈现金马璀璨 这样的设计也让舞台的平面感 更深划成具备三度空间的立体呈现 让舞台仿佛借身于橱窗和画框之间 破除了舞台单面向前的思维 而这不也正呼吁着金马精神吗 不断地打破框架 突破自我 在华语影坛的世界里努力地追寻 也不断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感谢大家收看第59届金马璨幕和花絮 我是陈佳怡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咯 你還沒有用 我想什麼能更多 沒有任何想 總有你的感動 不知你每一遍 不管有沒有 換成 三色夢